熊市家族的各位亲友们,各位张伯们,我是金慧,我目前还在武汉汉坑这个疫区,我向大家汇报一下,目前我们整个湖泊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,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吃, 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?就是一个人传染之后,如果说他没有被优效的隔离的话,或者说进行优效的资料的话,他会传染给他身边的14个人,那么这个基数就很大了,现在正值纯洁家旗之际,天然地不恶劣, 亲戚朋友,子女,都往家里干,都是为了河家团圆,在一起,其余的团圆番, 现在情况特殊,我希望大家不要出门,不要聚会,不要聚传,纯洁年年幼,只要人平安, 大家都可以随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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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, 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湖泊生,医疗物质情况, 现在武汉市,整个医疗系统, 及护博生理,整个医疗系统,都已经约过了我们的商级, 危机卫,及各个行政部门,市政府,省政府, 透过各大媒体,再向社会发起五资募捐, 这个五资,是医疗物质,比如说我现在戴的护目镜, 戴的一次性的口罩,戴的一次性的收套,身上穿的这个隔离衣, 甚至是隔离裤,这个五资,特别精确, 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员,凡是从临床下来的, 现在全部都有重新上了医线, 我现在相当于就是在货线上, 给大家录这个录像, 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精确, 我再强调一次, 春节放假期间, 不要出门, 就自己在自己屋里待着, 要不然, 我在前方平民, 是为了什么,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啊, 我的情人, 他们健康,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, 我也知道, 有些亲戚不在群里面, 请看到我这些消息的人, 相互打电话, 相互通知, 一定要做到, 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人身, 这是一个政治任务, 而且报告一个大家, 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消息,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, 已经发生第二代变异了, 也就是说, 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, 我们可以对症治疗, 那么在发生第二代变异的时候, 这是要命令, 那他的感染几率, 就不是一个人传染, 一个人得伤的这种病, 传染身边14个人, 那么他是请爆发心智的, 我问大家, 一定要老前, 不要出门, 不要窜门, 不要集会, 不要聚餐, 谢谢大家,